欢迎收看新闻360 带你360度掌握时事焦点 我是主持人肖乔云 带你关心台湾无人机送货成真 中华邮政日前透过无人机将包裹 顺利地从屏东东港送往小琉球 让民众大赞 山区偏乡真的太需要这种技术了 而交通部长也表示 无人机在运输产业的实际应用 是交通部交给中华邮政的重要任务 接下来还会加强载重定位等 让无人机成为国家重要产业 但您看到无人机快递任务发展的必要性 还有挑战性 把时间交给记者陈伟宗 小小一台无人机带着快递 包括从屏东东港出发 快越海洋飞行3.3公里 短短几分钟顺利抵达小琉球 确认收到明信片 这是交通部结合民间业者研发 无人机快递计划 测试往返离岛送物资 希望未来能够推广到商业应用 事实上国内无人机技术 一直以来广泛运用在军事农业等用途 但交通领域确实才刚刚起步 东港直送小琉球的无人机快递计划 有两家业者完成测试 最快飞行单趟时间只要16分钟 预言所透露台湾市区的外送服务很发达 但偏乡或离岛就非常需要无人机的科技 只不过刚开始执行离岛配送测试时 没有想象中简单 要克服许多障碍 最大的挑战就是气候 起飞可能相对比较简单 可是在飞行的时候海向整个气象是会变的 例如说逆风 在空中偶尔会有一些鸟 再来就是在降落的时候 怎么样确保说降落的地点是 除了是对的时候 还要确保下面是进空是安全的 有的时候飞机飞到一半 没有接收到控制 那也有飞机没有办法完成任务 除了离岛配送过去碰上摊坊等灾害时 需要投送物资 靠大型直升机会受到许多限制 藉由开发无人机运送 未来在碰上灾害时有机会投入救助 因为台湾多山 然后离岛也多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偶尔会碰到一些灾情 灾变 那希望无人机可以在这种物流的运送 尤其是紧急的状况的时候 可以绑上一点忙 它会比较有弹性 成本也非常低 所以无人机看起来 在做这种紧急灾变的时候 会是一个很好的运输工具 2019年南方澳跨港大桥坍塌 造成六名外籍愚工死亡 当时桥梁巡检的问题也跟着浮上台面 成为目前无人机科技发展的重点项目 我们台湾有些老旧的桥梁 那这些都是我们一直在 透过人力在看 那因为人力在看 就会有一些限制力 有一些桥在比较高的地方 或者是比较人不容易到达的地方 或者是桥的下面寒冬 这些是人不容易去 或者是比较危险 那我们目前就是不够无人机 来帮我们做这些桥梁的巡舰 其实全世界都有很多老旧的桥梁 所以我们是希望说 从台湾开始 再真正希望能够引导 国内无人机的市场 在台湾练兵完之后 可以带他们到国外去 开拓这个新的蓝海的市场 瞄准国内需求 以及国外庞大商机 未来无人机科技 是否能够广泛运用到其他领域 运研所透露 将朝更务实的方向加强研发 你每次要起飞可以载的物品 要越多越大越重越好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在飞行 要飞得远飞得高 就是航程要长 那第三个就是要飞得稳 那希望未来无人机的飞行 是自动飞行 你设定它的目的地 跟航道之后 从起飞飞巡到最后的降落 就是无人机可以自己自动执行 电影中大量无人机快递的画面 未来几年或许就有机会在台湾出现 记者陈伟宗采访报道 在国外包含亚马逊还有DHL 都已经透过无人机送货好一段时间了 Google旗下无人机的递送服务公司Win 去年就递送了一万杯咖啡 一千两百只烤鸡 完成了十万趟的包裹运送任务 而台湾中华邮政呢 目前也透过无人机投递的物资 到山上还有离岛等很多地方 超通运岩所预估 2025年无人机用作物流运送 就会有商业模式 未来的应用值得期待 若对这一题有什么想法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新闻360我们现在再会 等一下 先别急着关掉 记得让我们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更多新闻议题